如果全球没有了夏天会发生什么 1816年 人类度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年 那一年刚好是清朝 嘉庆21年 被称为冻死人的子鼠年 在这一年里 中国浙江从1月份到11月份 几乎没有见过晴天 7、8月份的长江流域下起了大雪 全球的农历八月还如同寒冬腊月 同时在遥远的西方 大量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迁移 纽约这一国际大都市 就是在这次迁移中形成的 而这一年也被后世称为无夏之年 那么18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这期视频 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 可怕的无夏之年 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人们常说六月飞雪必有冤情 难道这一年有什么千古奇冤 所以才会出现这千年一遇的可怕景象 其实这一切都要从 地球南半球 印度尼西亚的坦伯拉火山说起 坦伯拉火山是一座复合型火山 1815年的4月5号 谁也没想到 沉寂多年的坦伯拉火山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爆发 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大地 方圆一千多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都听到了这声巨响 起初附近的居民 没有意识到这是火山爆发了 还以为是军事演习 没有人撤离和防御 第二天 一层厚厚的浓雾 涌到印度尼西亚的天空 浓雾遮天蔽日 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气温开始变得沉闷燥热 甚至有灰尘从天而降 这个时候 坦伯拉火山还没停止喷发 远处还是会传来 断断续续的爆炸声 从4月10号开始 爆炸声越来越频繁 印度尼西亚已经看不到天空 地面都开始震动 十天后 巨火山30公里的居民 突然看到了 远处超过百亿吨的岩浆 倾泻而下 像一只巨大的熔岩怪兽 朝人们袭来 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逃了 熔岩所到之处 一切都被吞噬 然而更可怕的 还在后面 你知道1816年 无夏之年有多可怕吗 坦伯拉火山 从1815年的4月份 一直持续到7月份 三个月连续不断的喷发 火山喷发喷涌而出的火山灰 高达160立方公里 喷射的高度触碰到了 44公里的平流层 释放的能量 相当于当年 日本那两颗原子弹的6.2倍 威力堪比8个俄罗斯大一万 容颜覆盖了成千上万的印尼人 紧接着一场巨大的海啸 直接吞没了火山旁的城镇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这场火山喷发 引起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全球气温骤降 到了1816南的6月份 全球还是没有升温 世界各地的人 都以为今年的夏天 来得比较迟 可当一场又一场的 大雪飘下的时候 人们才察觉到诡异 当时我国处于嘉庆21年 根据清朝史书记载 8月份天气突然寒如冬月 农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整年颗粒无收 导致那一年 我国粮食产量 出现了断崖式暴跌 老百姓无粮可吃 官府无力回天 于是民间开始出现了 一句可怕的礼语 人食人 狗食狗 恶狠的老鼠 啃砖头 原本以农业为主的清朝 社会状态开始改变 人们的饮食结构 也开始改变 与此同时 加拿大出现大规模降雪 气温从35度降到0度 德国出现霜冻天气 美国北部直接进入冬天 街道和河流全都结冰 路上乞讨的乞丐 是以往的几十倍 冻死饿死的人数 数十上百万 人们为了生存 开始大规模迁移 从欧洲和美国东部 向西部迁移 五年的时间增加了五个州 纽约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正题 一场火山爆发 为什么会造成 这么恐怖的蝴蝶效应 1816年的无夏之年 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坦博拉火山爆发 喷涌而出的大量 火山挥和气体 把地球包围 这些气体中 含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甲烷等 喷射到大气层中 接触大气层后 反应形成了熔胶 这些熔胶 地球失去了太阳的热量 气温也因此下降 不仅如此 大量的甲烷造成了 温室效应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疑惑 温室效应不是应该 让地球更热吗 怎么反而还变冷了呢 这是因为 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危害 是导致地球的 昼夜温差变大 当夜晚地球的温度 无法从地面消散 那么天空就像 一个巨大的玻璃罩 加上大量的山灰 遮挡太阳数月 甚至数年 渐渐地地球的气温 就会不断下降 其次 这次火山喷发的 大量二氧化硫 是500年以来 所有硫化屋的总和 二氧化硫 会造成地球温度下降 谁也想不到 万里之败的一次 火山喷发 居然直接让地球的 夏天消失 2022年 地球也爆发了一次 恐怖的火山喷发 那就是汤家火山喷发 很多人担心 会不会也造成 今年也变成无夏之年 汤家火山 并不像坦伯拉火山一样 喷发了好几个月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想必大家最近 已经感受到了 夏天的炎热 很多人甚至希望 夏天真的消失就好了 那么如果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夏天真的消失了 会怎么样呢 对于喜欢冬天的朋友来说 没有夏天 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不会再遭受炎热的烦恼 但每个季节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没有了夏天 地球的秩序就会被打乱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 还是寒冷的冬天 这些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 虽然科技发达了 但恐怖的灾难 依旧会降临 甚至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